设日三 蓝西尘是在三天后回到云深部之处的 蓝旺基收到消息的时候 正在帮着重新安排房屋布置节节 听到这个消息 当即丢下手上的事情往祠堂奔去 生怕一眨眼就会有人告诉他这是个错觉 在祠堂外 蓝旺基已经摇摇看见了熟悉的身影 心里长松一口气 蓝西尘转过头来也看见了蓝旺基 一手点着竹杖几乎是一步一跳着过来的 蓝旺基在几步远的地方停下 墙溢柱满心激动 用自以为周正平静的声音打了个招呼 兄长你回来了 下一刻蓝西尘已将他一把抱住 顾得死紧 蓝旺基呼吸猛的置住 血液里的共鸣轰然炸开 周围旁的声响都入不了耳 只有蓝西尘带着点颤抖的呼吸声 宛如天籁 丢开了竹杖 蓝旺基也回抱住蓝西尘 滴滴道 兄长回来就好 蓝西尘此刻恐怕也是此生最狼狈的时刻 一都尚未来即换 正做遮掩形藏时的平常市井粗步打扮 连墨额都收了起来 满身风尘仆仆 劫后余声复相聚 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蓝西尘松开他 俯身捡了竹杖 显然意识到蓝旺基腿上有伤 又去掀他下摆 蓝旺基不及阻止 只得道 我爱的 甲板入眼 蓝西尘心疼的声音都变了 怎么回事 谁干的 蓝旺基想来蓝西尘还不知道后面的奇山听讯等等一连串事端 也就不细说 只简略概括道 温絮 无事 已经接好了 蓝西尘将蓝旺基扶进祠堂坐下 蓝旗人终于把两个侄儿都找了回来 这些天一直伸索的眉头终于松了几分 输职三人这才慢慢将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互相填补完整 蓝西尘与蓝仓下山之后 沿途被温室追杀 两人寡不敌众 且战且退 远离姑苏 也试图为云身不知处分解压力 终是在云梦地界内失散 蓝仓引开一对人后 再也没有回来 蓝西尘遍寻不惑 又重伤难行 只得藏身云身市井养伤 直到听得市井间关于蓝氏家主过世的传闻 这才千方百计赶回来 只因灵力未复难以遇见 只能依赖蓄力 又要一路躲避温室的眼线 才迟了这些日子 方才回到姑苏 蓝仓身云的消息 顿时让蓝西尘方才归家的那一丝欣慰 全都扫了去 跪在父亲灵前 蓝西尘难以悲愤愧疚 尽数已过 始至复仇 蓝旺基有些昏沉的听着 心中经莫名升起一股暴力之气 仿佛又回到了火烧云身那一日 火光与迷雾晃的人什么都看不清 入耳皆是凄厉呼号 人体的焦糊味 让人止不住的反胃 不似人间 只见地狱 蓝旗人的声音 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蓝旗基 你怎么了 蓝西尘闻声看过来 只见蓝旺基双目紧闭 并边冷汗叠出 失利跌坐椅中 身体微微一软 竟失去了意识 蓝旺基再醒来时 已是半夜 在漫无边际的噩梦纠缠里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灵台微微一清 额图上传来冰凉的触感 终于将他从噩梦里拉了出来 蓝旺基深深喘了几口气 平复了如骨的心跳 才看清了踏边坐着蓝西尘 就着一盏昏黄的燃灯 触眉看着他 蓝旺基深显然已经重新梳洗过 换了一身衣服 又恢复了旧史的模样 只是着了重笑 他捡起滑落的冷巾 你可算醒了 我怎么了 蓝旺基辅额坐起来 微微有些茫然 显然也觉出些不对 就算是有伤在身 发热了几日 以他的修为根基 也不至于会这般突然昏厥 当时我问你怎么了 蓝西尘搭住他脉门查看了一会儿道 先生和朴存君方才都仔细瞧过 说你灵脉中有些异样 又不大像是中毒 你自己不觉得吗 可是温巢对你用了什么手段 你可莫要瞒着 这不是逞强的时候 没有 不是温巢 蓝旺基微微摇头 静静细响了一会儿 想起蓝红的话来 心中隐约有了数 许是腿上被玄武咬伤的缘故 蓝西尘心一抽 方才听蓝旺基尘说了个大概 只知他走后 温絮折了蓝旺基的腿 还将他押去骑山听讯为之 之后在玄武洞遇险 才被救了回来 还不知道原来蓝旺基 被妖兽咬伤过 伤上加伤才至于此 他沉默了半上才道 那妖兽的牙有毒 不一定是毒 蓝旺基闭目默默运转灵脉 确然感到有一股 不属于自己的气息 在灵脉身处食饮食现 他睁开眼 惊吐了一口气道 可能是阴铁剑的缘故 什么阴铁剑 蓝西尘微微一惊 蓝旺基便将他和魏无羡 动那玄武的过程大略说语了 蓝西尘 自打玄武洞归来 蓝旺基一直有些昏沉 又遇着负丧 再加上云深布之处一片混乱 蓝西尘又失踪 便早将玄武洞这一桩事 忘到了脑后 直到蓝西尘问起 他才想起还有这么个挺要紧的物件 蓝西尘听罢 沉吟道 这么说来 阴铁不止四块 至少有五块 其中一块还被制成了阴铁剑 在魏公子那里 蓝旺基恩了一声 思绪一时有些飘远 也不知道魏英现在怎么样了 不想蓝西尘冷不定问道 魏公子拿了你的墨额 蓝旺基待了一待 不由生出几分慌乱 不知如何作答 蓝西尘怎会连这个都知道 你方才梦中一语 让魏公子把墨额还你 蓝旺基这才明白过来 微微懒然道 当时没有别的可以裹伤 魏英他便 原来如此 蓝西尘看出他的些许不安 抚慰道 事急从全 不必放在心上 然后又转回正旗上来 那 因铁剑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温家人知道吗 蓝旺基笃定的摇头 那便好 此事日后再说 你若是因为受了阴铁的影响 倒也说得通 只是要如何切除了才好呢 蓝西尘有些一筹莫窄 这种情况谁也没有经验 若是藏书阁还完好 说不定能寻些线索 暂时无大碍 不必过忧 蓝旺基往榻里边挪了点 腾出些地方给蓝西尘 兄长连日奔波 也早些歇保 云身不知处此时 完好的巫舍都腾给了伤病号 连蓝旗人都在外扎帐篷 此时不可能再挪出一间给蓝西尘 也值得让他们兄弟挤一挤了 灭了灯火 兄弟二人抵足而卧 听着外面仍然不绝的雨声 谁也没有睡意 蓝西尘不眠不休了几日赶回姑苏 身体极度疲惫 终于在家里的卧榻上躺下 却怎么也睡不着 万千心事沉甸甸的压在心口 被寂静的夜一催 更加撕心裂飞的难以忍耐 耳畔蓝旺基浅浅的呼吸声 已是唯一一点安慰 对于父亲的离去 蓝西尘其实未见得有多悲痛 甚至对温氏的愤怒还占了上风 而对于父亲 蓝西尘只觉得遗憾 清衡军闭关自囚多年 久不见他们兄弟 父亲的形象已有些生疏 蓝西尘甚至觉得对于清衡军来说 未必不是一种解脱 母亲很多年以前就自我解脱了 而父亲却不能 也无法撒手 自我折磨了这么多年以后 终于以一个家主该有的 体面的缘由和方式解脱了 终于得去和母亲团聚 但父亲毕竟是父亲 清衡军一去 此界就真的只剩下他们兄弟两人 听着蓝旺基小心压抑的吐息 蓝西尘在黑夜中问 旺基你睡了吗 蓝旺基没说话 蓝旺基尘微微叹了口气 哎 嘴疼 蓝旺基终于应答 寝不语 这大概是六年以前蓝旺基尘经常教育她的话 现在倒反过来了 蓝旺基尘富有起身 重新燃亮了那盏昏暗的灯 蓝旺基不解 兄长 家都快没了 还管这些家贵做事 蓝旺基尘淡淡说着 将蓝旺基的伤腿小心挪出来一点 要替她疏通经络 蓝旺基按住她 不必 没事的 虽然伤处确实又痛又酸又痒 但还没有到不能忍耐的程度 夜里忍一忍也能睡着一会儿 蓝旺基尘无视了她的反对 扶开蓝旺基的手 抵上膝头附近的穴位 微带了点灵力 轻轻暗柔起来 蓝旺基疼得一哆嗦 终于松手改为抓了被褥 咬紧了下唇不出声 过了片刻 果然血型通畅了许多 疼痛改为细密的酸麻 确实比之前好受多了 蓝旺基轻轻输了口气 也好多了 多谢兄长 谢 蓝旺基尘微微失神 黯然道 是我害你如此 我才是该站至最后的长公子 该去听讯为之的也是我 断骨之上 你是替我受的 是我的错 蓝旺基深深猝起眉 不知为何 听蓝旺基尘这般说 他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不只是蓝旺基尘 还有蓝启仁也是 自打他回来以后 好像所有人都在自责 都觉得是他们自己的错 都觉得对不起别人 每个人都在赎罪 家里一片愁云惨淡 可错的明明是温氏啊 为什么都要责怪自己呢 一腔悲愤无处可去 蓝旺基只觉得憋屈 甚至头一次对着 雅正谦冲的家训 产生了隐隐的怨怼 忍了忍 蓝旺基终是没忍住 冲口而出道 这岂是兄长的错 这明明是温氏做的呢 蓝旺基尘被他突如其来的气性 弄得微微愣正 旺基 蓝旺基平复了一下语气 兄长 若你和先生都如此自责自苦 旺基何以自出 先生 蓝旺基尘微觉一样 他回来以后还没有和蓝旗人好好谈过 此时听蓝旺基提起蓝旗人 忽然想起今日见到蓝旗人时 确实憔悉得很 不由问道 先生 这几日怎么样 蓝旺基低声道 先生也总是自责 说对不起父亲 每夜都在祠堂守灵 红乡君还说 蓝旺基微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告诉了蓝旗人 说先生自罚了戒鞭 让我莫声张 蓝旗基尘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 呆愣半上 神色转为沉吟 脸色在昏暗灯影里 有些晦暗不明 事已至此 自责无意 我不敢劝先生 蓝旺基恳求道 兄长 莫学先生那般 蓝旗人一手教养他们兄弟长大 是严苛而又无所不能的师长 蓝旺基从未见蓝旗人有这般颓然的时候 并非行止 而是心气 这样的蓝旗人让他寂寞生 又有一丝隐隐的害怕 若是蓝旗人也陷入到 这般木气沉沉的泥澡中去 云深不知处还有谁能做主心骨呢 蓝旗人回过神来 已隐约明白了因果 也知道弟弟的不安从何而来 于是拍了拍蓝旺基的肩头 温言道 你的意思我明白 我去看看叔父 兄长 蓝旺基教主披衣准备出门的蓝旗人 先生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嗯 蓝旗人坦然承认 是 你也不必知道 就当为尊者会吧 蓝旺基这下无言以对 放心 杀父回家之仇不共戴天 岂能一直沉眠于自怨自哀 蓝旗人推开门 雨声树然大了起来 雨水夹着冷风扑面而来 湿了一字 蓝旗尘切金断玉般的声音透过飘摇的风雨传入蓝旺基耳中 你身上的每一道伤我都会替你讨回来 我给你回温就会变着 这次见的 你们怎么可能会变着 我没变着 这次见到 还不能没变着